由 From Software 開發的 《機戰傭兵 6 境界天火》 即將在 8 月 25 日正式推出 作為系列睽違十年的新作 不僅老粉絲相當期待 為數眾多的新玩家也對本作感到相當好奇 究竟這個系列到底在玩什麼 適不適合自己 電玩瘋獲得萬代男夢宮的邀請 搶先遲到完整的遊戲內容 以此看懂《機戰傭兵 6 》的卓越之處 以及可能會讓你缺負的敵方 《機戰傭兵 6 境界天火》 是一款具備機甲組裝要素 快節奏戰鬥的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我們要用自己拼裝的機體 挑戰並克服由不同地形 多樣的敵方配置所構成的高難度關卡 劇情模式沒有連線合作 PvE 功能 是沒有辦法找幫手來逃課的 不過 6 代仍然具備多人線上對戰要素 讓身體渴求鬥爭的玩家獻上單挑輸贏 或與好友組隊三打三 跟全世界的高手切磋駕駛技術 《機戰傭兵 6 》全破第一輪所需要的遊戲時數 大約在 35 到 40 小時左右 但因為本作有多重路線跟多重結局的設計 要算上不同路線選擇 關卡變化 各類收集要素以及競技場挑戰的話 至少要玩上兩輪故事才算完整 整體大約需要 50 個小時的時長 為什麼《機戰傭兵 6 》這麼受到玩家們的矚目呢 除了它是目前現存比日本壓縮機 還稀少的純機甲戰鬥遊戲 最大的原因就在意 雙軟軟件對機甲的熱情 無論是機前滑過地面揚起的火花 武器收納時的變形機制 還有側向移動時機身側面的噴水 會連動噴射等等的細節 處處都可以看到製作團隊請住的心血 遊戲中有著大量武器 從多連飛彈、電漿炮、蓋特林機槍到鑽頭 打裝機應有盡有 想玩什麼流派就自己配 遊戲中的機體依承載重量 大致可以分為輕重重三種量級 而玩法類型會根據機體的足部零件 產生很大的差異 分別有二族、逆關節、四族以及戰車擊中 最重型的戰車可以搭載大量重兵器 又具備了很高的穩定能力 很多在發射後會產生強大後座力的武器 裝載在戰車上都能夠無痛連續使用 攻高加上血後 可以說是新手的最佳選擇 但缺點是必須要在地面上才能夠發揮長處 雖然看起來比較笨重 只要搭配噴射使用 就可以做出高機動甩尾動作 但需要掌握絕佳的時機跟角度 想要甩得漂亮可不簡單喔 至於特殊的四族 則是在所有機型中 唯一能夠長時間滯留在半空中的機體 需要進行空戰時 它就是你的首選 正雙方是不少敵人的攻擊盲區 甚至也是部分BOSS 的弱點 四族可以藉由遠距離武器或是飛彈 從雙方展開齊襲 要是碰到難纏的頭目 不妨換上四族試試看吧 而除了帥以外 沒什麼特色的二族機體 就是以輕盈的機動性來取得優勢啦 一般來說 二族的跳遠能力或側移速度都非常的優秀 能夠靠噴射閃掉大部分的武器直擊以及飛彈的追蹤 但相對的對於玩家操作技術的要求也很高 是需要經過大量的練習和仔細的調整 才能夠駕馭的類型 相比於BOSSFOR 自家的其他動作遊戲 機戰用冰6的操作靈活度 和角色自定性是最強大的 讓玩家可以展現更多華麗的技巧 操作技巧的天花板非常的高 如果是熟練的玩家 玩起來真的就像是新人類在駕駛鋼彈一樣 背後都有長眼睛啊 由於前作《機戰傭兵》 《沈潘日》已經是上上個世代 PS3、Xbox 360 時代的事了 考慮到舊玩法年代久遠 同時為了友善新玩家 《機戰傭兵6》大膽的加入許多面向新世代玩家的調整 像是簡化了部位零件 改善了轉向操作 更加入了現代化的瞄準系統 能夠一鍵鎖定敵人 加上這次遊戲在 PC 平台也有推出 我們可以用鍵盤滑手來操作視角 比手把操作更加直覺 基本上有玩過其他第三人稱射擊類遊戲的話 應該都能夠輕鬆適應這套操作 6 代導入了類似像隻狼的軀幹值設計 用能量武器把對方打到過熱不能動 或是利用爆炸、動能武器 將敵人陣道進入量槍狀態 都會讓他們露出破綻 變成火把讓你輸出一套大招 有接觸魂系作品的玩家對於這樣的戰鬥流程 一定很容易理解 這次也減少了機體受傷維修 但要使用的支出費用 大大減輕了我們資金焦慮 大家可以放膽的玩 盡量嘗試各種配裝、武器搭配 然後放心的死 基本上死了接關只是會少賺一點 不用擔心欠了一屁股的修車費還不出來 會被企業抓去改造囉 操作上手快、零件簡化 容易理解的機運系統、支出降低 6 代的確是系列以來對新玩家最親切 最容易入門的一代了 雖然表面上系統簡化了很多 但對於老玩家來說 系列該有的配裝深度可是不能妥協的喔 掩開配件詳細資料 可以發現每一種配件都會影響十幾種的細部數值 像是裝甲的部位有各自的防禦特性 承載上限 發動機則會決定機體能源開始恢復前的延遲 噴射的時間長短、次數 甚至是噴射速度等等 想要打造一台完全襯手的機體 需要研究的東西還是不少的 一般來說組裝機體有三大重點 承載重量、EM能量負荷 以及推進速度 承載重量決定玩家可以帶多少把武器 越強大的武器 敵人負荷和重量通常也會越高 如果玩家決定把武器帶好帶滿 相對的機體靈活性 推進速度也會大打折扣 本來閃了掉的攻擊 結果變成吃好吃滿 那可就得不償失啦 至於不擅長組機體的朋友也不用擔心 遊戲中有提供下載其他玩家 已經配好的機體藍圖的功能 讓你可以簡單操作業超貼心的 有些特殊零件會以寶箱的形式 藏在地圖之中 或是透過打倒特定敵人收集戰鬥資料才能取得 記得沒事就開個掃描 注意一下周圍有沒有遺漏了東西喔 如果你是創著Bronk Software 旗下魂系遊戲 像是愛爾登法環那樣豪情壯酷而來的 那可能會有點失望 因為《機戰傭兵6》的劇情演出方式 八成會和你的預期有所落差 《機戰傭兵》系列一直以來走的都是冷映 極簡風格 六代自然也不例外 遊戲幾乎全程都是語音交代劇情 沒有多少過場演出 主角零對白 甚至出場的角色連頭像都沒有 常常敵人相見第一句是見面嗆聲 下一句就是遺言樂 只能在聊聊數據 稍微缺乏感情起伏的對白中 摸索故事的全貌 雖然是系列一貫的風格 不過放在這個世代來看 難免會覺得有些可惜 前面有提到 《六代》是系列作對新手最友善的一代 但並不代表難度也跟著下降 《六代》有著像火箭升空一樣的難度學習曲線 剛剛的任務可以輕鬆掃蕩雜兵 下一個任務出現的頭目 卻是可以輕鬆秒殺我們的機甲 就算是在出奇 卡關也是稀鬆平常的事 更慘的是《六代》沒有合作模式 《機陣》傭兵系列 也從來沒有所謂靠鍊等級壓制這回事 只能一遍又一遍看著自己的愛機炸成碎片 再回到機庫重新調整機體架構 更換流派和打法試錯重來 直到找出對付頭目有效的配置為止 這是一個漫長又相當需要耐心的過程 隨著劇情推進難度會越高 死個幾十次也完全不誇張 遊戲難度很高 但也有讓你強化機體的方式 《六代》仍然有收入能與各路傭兵駕駛PK的競技場模式 只要打贏了競技場裡的對手 就能夠獲得一定數量的OS晶片 晶片相當於技能點數 可以到選單中找OS調整 來解放機甲的特殊機能 像是推進梯級、手動丟棄武器的重量控制 點錯了也別擔心 可以付前幾點 OS 調整中還有四種特殊機能 分別是突擊裝甲、脈衝防護、脈衝裝甲以及終結裝甲 突擊裝甲就是讓機甲發動大範圍攻擊的大絕 脈衝裝甲可以開啟短暫 但近乎無敵的護盾 記得一定要來解放這些能力 總結來說 《機戰傭兵6 境界天火》不是一款簡單的遊戲 劇情演出的部分也不比 From Software 自家的其他奇幻類作品來得華麗動人 但刺激的戰鬥跟有深度的系統 還有多重結局的設定 讓決戰看起來相當熱血 已久帶來無可替代的遊戲體驗 不知道你最期待哪些內容 或是想要用哪種機體來挑戰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請問 請問 請問